影響航運不管是天上飛的 還是水上游的 最最關鍵的成本仍然是油 而油價現在面臨了 史上最嚴酷的考驗 有沒有可能這項制裁 真的對俄羅斯一見封喉呢 我們來看 在今天最新消息 是實無前例的事 布林肯說正在討論 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的可能性 換句話就是說 有可能祭出史上最嚴厲的制裁 就是對俄羅斯的石油 實施禁運令 那這件事 普丁有沒有想過 普丁在開戰之前 有沒有準備過 我們看到在今天 其實天下有一篇文章特別談到 他說為了這一刻 普丁其實準備了八年 普丁也知道 西方國家不排除 祭出禁運令 所以普丁 其實不管是在金融上 在儲備上都做了一些準備 但這一招還是殺手劍嗎 一旦祭出對全球 對俄羅斯的影響怎麼看 我們先看今天 其實相對台股比較有支撐的 就是在原物料相關的股票 包括塑化的台塑化跟台塑 以及鋼鐵的中鋼中鴻 另外一項跟鎳架有關的新鋼 還有第一桶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訊息出來 我們看今天布林肯提到 我們不排除來針對 俄羅斯油的部分來做一個制裁 為什麼要來去做這件事 其實能源是真的是 對俄羅斯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來源 為什麼呢 其實油價現在已經沖到了 這麼高的價位 你如果說它維持在90塊以上 已經可以幫俄羅斯新增 650億美金的收入 如果在100元以上 是新增800億美元的收入 整體來講今年的收入 能源的整體收入 可以超過2000億美元 所以油價高漲對普丁來講 他數錢真的是數到手軟 所以他為什麼一開始 不是這麼很擔心 而且我們去看整個 俄羅斯的整體的狀況來看 其實他的整個GDP的規模 是全世界排名第11 高達1.7兆美金 外匯存體也有6300億美元 你說我 不是我 普丁這麼有經濟實力 的情況下他真的要擔心嗎 所以如果你真的祭出 那會不會給歐美地區 帶來一個反向的衝擊 光歐洲就好了 他靠這個石油跟天然氣 從俄羅斯過去的一個部分 都是排在前幾大 尤其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普丁其實他當時在接棒的時候 在1999年接棒的時候 明明俄羅斯是蘇聯 那時候是蘇聯 一個經濟強權 到最後變三流的國家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你亞洲金融風暴 結果他發現 蘆布大幅度的貶值 然後我們又這麼依賴美元 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不斷的在創造 第一個他的能源收入 而且慢慢的慢慢的 他也希望能夠跟美元脫鉤 所以從2014年開始 他就在做準備了 他不只拿到了這個所謂的 石油定價的話語權之外 他也逐步的跟美元脫鉤 他怎麼準備 他知不知道會有這一天回來 他應該知道 所以其實普丁已經做了準備 雖然這一招技術 我認為對他還是有傷害 但是是不是如全世界 所認為的傷害那麼大 現在畫了一個問號 甚至於就像我們所說 他是七傷圈 你既傷了俄羅斯 也傷了全球 我們來看到底普丁 就八年來做了哪些準備 好 第一個我剛才講 外匯存體是6300億美元對不對 當然我們統計是叫美金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他這個6300億 其實就算17個月都沒有進口 對他來講是OK的 因為就相當於 他17個月的進口量 你制裁他 他都不能進口 他還是可以活個一年半 問題是他6300億不是被凍結了嗎 美元的部分被凍結了 只有20% 等於是說這6300億美金 真正美元的外匯儲備 是兩成是美金 這個就是他一直以來 在做的一個準備 這個我講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在外債的部分 我欠人家錢我要複習要幹嘛 實際上3000億美元的外債 佔他的GDP只有18% 跟大部分那種高度舉債的國家 相比來講 其實他的債務壓力 相對來講是很輕的 而且我們去看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問題的時候 好像我們沒有特別聽到 俄羅斯有出什麼狀況 因為當時他的外匯存體 5700億美金 就是讓他度過這個危機 非常重要的一個底氣 所以他現在是高外匯存體 低負債 再來就是我剛才在講 跟這個美元脫鉤這件事情 菁姐你剛才一直在講說 那他的美元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他一直跟他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小夕 他們兩個一直在 小夕 對不對 小夕 就他們兩個一直私底下 在偷來按去 你看他們的中俄聯合宣言說 我們要不要一直想辦法 來脫離這個美元 他們要創造另外一個貨幣市場 所以他一直跟中國大陸之間 透過人民幣的方式 一直在幹嘛 做交易 甚至有一些儲備 是不是也是人民幣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們一直在看這個SWIFT 對不對 我們之前節目也特別講 可是制裁了俄羅斯的央行 跟他的主要的七個 我們發現 為什麼有兩間銀行 你沒有制裁 就兩間 就那兩間 就沒有在清單裡面 因為那兩間就是最主要 處理原油天然氣出口的銀行 所以表示 美國心裡面還是投鼠機器 也就是說如果我真的 連這兩個SWIFT 我都把它制裁掉了 那我要付他錢買石油 我就付不了了 對歐洲來講 他們要買石油天然氣也買不了 所以我覺得 普丁其實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好 所以全球的通膨危機 一定會比我們想像來得高 真的有可能祭出終極手段嗎 也就是最後的殺招 禁俄羅斯的油嗎 他現在在考慮 這樣子的那個 就是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因為這個相對的是金融制裁裡面 有留一些破口 就是說德國總理也講 本來能源交易裡面 有些還是可以用美元 那個金融制裁 好像沒有適用到這個能源交易 但是如果你直接禁止那個進口的話 那就別談了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是這樣子 那俄羅斯它是石油出口大國 生產跟出口的大國 它的能力 生產跟出口的能力 跟美國 沙烏地阿拉伯 是同一個水平 都是1000萬桶以上的那種實力 然後北約的成員國裡面 大量的從俄羅斯來買石油跟天然氣 這個能源的依賴度蠻高的 那所以呢 那個如果不從俄羅斯進口的話 那會產生問題嘛 那所以普丁可能想說 我賭你不敢 對不對 因為你依賴度還沒有辦法 現在是火車對撞嘛 斜線轉彎嘛 那可是如果假設真的 不管是金融制裁 不讓你做能源交易的結算 還是直接就進口 不讓你進口 進運的話 那麼俄國只有一條路嘛 就是把它的石油轉賣給中國 那你如果實施禁運令 中國敢買嗎 中國當然在買啊 所以它不撩美國和歐洲嗎 不是 它一定買 為什麼 因為 但是它可以買到 打折打到骨折的油啊 你看殼牌這一次買的多便宜 是買到打七五折 光光一傳的油就現賺5.6億 殼牌發了戰爭財之後 雖然被罵翻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 商機不就在這裡嗎 如果這個時候 中國敢跟俄羅斯買油 一定買到非常便宜的油 你的猜測很可能應驗 就是說第一個 那個中共自己 中國自己 它有額外的一個需求 就是增加它的戰備出油 因為中國的戰備出油 跟美國來講 沒有達到那個水平 它可以增加它的戰備出油 然後第二個 它可以當中盤商 轉賣出去 它從俄國拿貨 低價對不對 價格有折扣 賣給雞小胖 然後轉賣出去 用國際行情賣 它不就現成了 就是中盤商嗎 轉手就轉了 再來它也可以簡單加工 變成石油產品 然後再賣出去 最後它 所以這項制裁有可能讓中國大撈一票 對 就是說有可能 我們說有這種可能性 然後它還可以做一件事 它大量的從俄國拿到原油之後 它就減少跟中東的進口了 然後中東就發現手上多出了一批 那怎麼辦 供貨賣給歐洲 歐洲不跟俄國買嗎 然後繞一圈 跟中東買 對啊繞一圈 就是俄國賣給中國 中國少跟中東買 中東空出來的供應量就轉賣給歐洲 就繞一圈 這個情形非常像 中國不買澳洲的煤炭 澳洲的煤炭就賣給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然後他們轉賣給中國 但是這樣煤炭的價格就會飆高 因為經過越多手 一定把價格越跌上去 可是中國為了面子 它就是寧可付高價 它也是買 澳洲每天還是拿得到 它只不過轉一手 所以現在俄國不是不想賣 這個跟1970年代石油危機不一樣 石油危機的話是石油出口國 因為以色列戰爭的關係 它禁運 我不賣了 可是俄羅斯現在不是不想賣 是他想賣 對 可是西方國家不買 不買的結果他就轉賣 他賣給中國 中國一方面自己消化一些戰備 除以後 二方面的話他可以轉賣 第三方面的話他可以簡單加工以後 用石油產品賣出去 最後他乾脆削減從中東的進口 然後最後大家會發現 這需要一段時間 現在大家在原油市場上看到的是恐慌情緒 造成買盤噴出 價格噴出 可是過一陣子時間 這個轉賣的效應出來以後 大家發現並不是俄羅斯真的砍掉 它的生產跟出口 是 就是轉彎 所以老師認為油價並不會如市場 飾標高到200 對 後面可能這個效應出來以後 大家都發現搞得不好就繞一圈 所以供應其實還在 只不過透過中國 然後這樣會引出後遺症 因為什麼 因為俄國現在說 它可以接受你用蘆布來交易 結算 或者你用人民幣來結算 或者你用黃金來結算 黃金不可能 因為黃金那麼重 很麻烦 听说俄国的飞机 在中国加油的话 用人民币结算 中国的飞机到俄罗斯加油的话 用卢布结算 对 就是说绕过美元 那就集到美元的霸主地位 绕过美元 而且提高人民币 在能源教育中的分量 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 所以中共看到这一面 应该是关起门来笑欢乐 很高兴 很开心 人民币的行情看涨 因为俄国经济跟能源农产品 都要靠中国来撑 所以如果这一招杀手舰使出 到底谁受贿 谁受害 我想还要仔细地算一算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 来 请陈彦帮我们来看 这个新闻 不管它会不会实施 在油价上已经造成了 网上飙升的推进力道了 我在讲能源的石油的部分 台塑跟台塑的话是OK 可是上油 上肥下手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往往油价急冲之后 它可能会慢慢地往下走 所以对中下油来讲 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你看像华夏的部分 反而今天油价大航 它反而是破这个月线 因为它的成本变高了 它要买国桥 没错 也是 然后包括台本也是 所以如果在操作上 我会比较走大的钢铁 而且是上游的来做操作 好 那硬量的看法呢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其实今天油价有在飙涨 但是今天飙涨最凶的原物调是什么 其实是镊 镊的报价其实在这个 我们一点半收盘的时候 它只涨了12% 可是到下午我看一下 我那时候我看一下 我吓了一跳 我手机坏掉 我还请我助理再求这一次 涨26% 它涨26% 这是单日 对 天涨26% 菁姐 不止 现在我们录影期间 它已经飙到30%了 所以天涨30% 对 我知道根本来不及更新了 它已经一天涨30% 所以涅价的部分 在不锈钢族群里面 你看这个银钢 我们看它天线 因为俄罗斯也是产涅大国 对 产涅大国 所以涅价的部分的确有影响到 那目前来讲 整个资金都开始 往原物调概念股去走 有发现今天的银钢还是很强 这个已经有点在嘎空的味道 那因为今天涨了30% 明天搞不好 这个银钢在往上跳的时候 它会带动盘面的像华鑫 叶鑫 以及允强 张元等 这些不锈钢概念股 开始往上冲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另外一方面看到就是说 铜的部分也在做涨 银 银价也在涨 刚这个陈妍有讲到 第一桶也在涨 那金价已经来到2000美元 每样是2000了 对 加龙的部分也是很强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都已经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其实有一档股票 大家没有注意到 哪一档 有一档股票叫3305的深茂 它是做习的 俄罗斯它不是只有产涅而已 它也产习 你看一下 这是整个全球习的产量分布图 第一名的是中国 大概是25% 然后再来是印尼 大概18%左右 然后在巴西的部分有16% 各位这8%是什么 是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习的产量也上了8% 跟涅其实差不多的 你看涅在飙涨吗 那习有没有在飙涨 轮习的部分也一样飙涨 轮习就是不断的创新高 它已经来到48800了 习的用途在哪里 在主要的渡习版 渡习版就是大家所看到 可口可的那种 贯砖那种有没有 那个就是渡习版 再可以用到哪里 航空 Space 然后火箭跟飞弹 其实它等于是什么 军工的概念 现在在打仗 所以习的爆架就发现到 也持续的飙高 3305它的这个深茂 它在台湾桃园的部分 拥有一座这个席矿的演劣场 所以席带涨的时候 它的席高就有价值了 你看到最近 这个买卖加速差的部分 在整理过程里面都是负的 代表说什么意思 筹码渐渐的落入到大户的手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席带标 原物料概念股的部分 它是可以做留意的 好 所以原物料里头 钢铁会不会是最好的选择 各位怎么看钢铁股 请举拍 钢铁股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四个圈 那如果要拥抱原物料 是不是应该卖掉电子 我们来看台股今日最重要 IC设计好惨 最主要是IC设计很多都是高价股 特别是千金股 在一间市值蒸发掉1500亿 很多人期待电子反弹 就先反弹IC设计 问题是电子先杀 也是杀IC设计 所以到底怎么看IC设计 请蔡总带我们来看 IC设计可以说是在电子股里头 半导体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队 对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逻辑 大家注意就说 原物料或者容量都是景气落后 但是景气领先的 像2020年疫情一开始 IC设计第一个是出来的 景气最领先半导体的这些上游 但是现在恐怕缓转了 我们千金本来有13个 到今天就变成9个 连花科 花哥都已经不是千金 花哥都不是千金 今天都破下来了 所以这边的千金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电子有两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我们早先一直讲的 升息 估值要下修 第二个风险这一次曝露出来 俄乌战争之后 可能在下半年通膨恶化 容量 能源都涨了 民众的所得没有增加 所以消费电子会被排挤掉 结果你这些都是 这爱设计设计的 都是设计的 比如说4星KY 这是非常好的公司 但是本益比已经是40倍 只利率只有一趴 好 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 后面还会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大家 现在油价标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下一张 有一些电子要注意 为什么 主力会落跑 主力落跑 跑什么你知道 我们可能未来今年这个油价 传统的汽车 燃油车 会销售不好 那个未来会发生 你知道2008年 那个147美元之后 那个汽车销售TOTO 那一年我跟妳 季大美丽达自行车的股票 还都比玉隆 荷泰汽车涨得多 那些都互报酬 所以要特别注意 跟汽车晶片相关 所以你要选汽车股 一定要选电动车占比比较高的 你不要选传统汽车 那这里面本益比高一点的 比如亚信 其实他去年1PS只有6块 我也不晓得 他股票可以撑到200多 这本益比30几倍 今天就打了一根跌艇 那假如汽车的零组件 在下半年需求开始减弱了以后 也要注意那个什么MCU 微控制器切获一定是舒缓 所以像这种新唐的 这种做MCU的汽车 电子的 这个恐怕也要特别提高警觉 缺货会舒缓 会舒缓 所以也要留意 那么涨价的力道就会减弱